另外在今年的7月份 在南投有一名16岁的陈姓少女 她拒绝和一名男性网友发生关系 结果惨遭杀害 陈氏于男生厕所的蓄水槽 这名嫌犯19岁 父亲还是一个警察 警察的儿子居然犯下了杀人案 现在地检署一性侵 杀人弃尸等罪嫌 将这名检性少年予以起诉 女人惨遭男网友杀害陈氏厕所 陈爸爸又生气又伤心 说什么都无法原谅残忍的嫌犯 今年7月陈姓少女和男网友 相约国小见面 没有想到检性少年 硬是把她拉进男车 极度求欢被拒绝 竟然恼羞成怒 用手将少女勒婚 担心心机败勒 还拿起一旁的砖头 把少女活活砸死 之后再将尸体塞进管线间 为什么要杀害她 你们是第一次见面吗 有什么话想对她说吗 犯下凶残的杀人案 19岁的检性男大生 竟然可以落无其事地 躲在家里打游戏 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更令人压抑的是 检性少年的父亲 还市民警察 导致儿子做出这样的事情 表示犯错就该受到法律制裁 判决确定了就会送她去服刑 虽然检性少年再三强调 不知道受害少女未成年 但是犯下如此残忍的案件 民事部分考量少年年纪轻 最后以100万元 和死者家属达成和解 而少年杀人 检方以性侵杀人 弃尸等罪嫌 将少年起诉 中文新闻周大祥王嘉玲 南投采访报道